公保鸡丁 口味香辣 锅气十足 但其实大家可能误会了 锅气就是大火快炒的意识 那其实呢 只要锅子够热 而且温度持续 食物可以在短时间内煮熟 保持肉汁 这就叫做锅气 并不是大火 就是锅气 那好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 Lekusei如何帮我们炒出 锅气十足的公保鸡丁 在Lekusei生烧锅中 放入少许的油 用中火预热两分钟 那锅子够热咯 我们放入用盐 鱼酒 鸡粉 以及蛋清烟好的鸡丁 过一过油 现在可以将鸡丁拿起来了 这剩下的油啊 我们用来炸花生 那花生已经炸到金黄色了 我们先拿出来备用哦 那接着下来我们调成小火 放入葱 姜 辣椒 辣椒干爆香 再加入鸡丁和花生 快速的爆炒 最后放入醋 酱油 糖 米酒和高汤调好的酱汁 煮滚收汁就完成了 Lekusei的锅子用在像米勒这样优质的电子炉上 一样可以炒出锅气 记得哦 不是大瓦就是锅气哦 那么轻松就完成锅气十足的公保鸡丁 嗯 看起来好好吃哦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盛饭了 嗯